当我开始去做太阳灵验转运法的时候 身体的这些症状就慢慢缓解了 然后以前我走路的会疼痛 甚至是睡不着觉 就在做太阳灵验转运法之后 这些状况真的是不要而遇了 陈宇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很超级生命密码的生命故事 陈宇是在2021年的年底 就是收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籍 是网上的一位家人结缘给陈宇的 我有过在宗教很多年的修行的经历 也有过深思明成长的经历 但是我当时看到超码的第一感觉 就是这本书很好 可是心中的心法 我一直迟迟没有很好的练习 然后就在机缘巧合下 我就说我要离开超码了 那时陈宇正在一个生命的人生尽讨中 就是各种事情都不顺遂 其实我觉得当时天地 是抛出了这根基线要救成你的 但是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这一离开就是一年 然后这一年我也经历了人生很多的低谷 然后自己不论是身体还是生活状态 都跌到谷底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在2022年的9月底 就是超码家人 询问陈宇要不要来爱之团补补爱 陈宇就直接答应了 9月底我开始聆听完那次爱之团之后 我就决定回超码 继续跟这些有爱的家人们待在一起 当时我的人生就是身体事业 各个方面都已经跌到谷底 然后从2022年10月 我开始和大家分享心得 一起上精英会 一起攻读 然后当时我身体是压健康的状态 贫血 很严重的严重 然后我每天睡眠也是很障碍 然后就是包括走路 身体都很疼痛 没有力气 就是整个人只能躺着 然后睡觉也睡不踏实 就觉得特别没有希望 然后家人们就带着我一起读书 一起分享 然后渐渐的 就是每次读超码的书籍 尤其刚开始打开的时候 就是浑身就感觉灌入了能量 然后身体的那种痛感 就慢慢的缓解 而且我当时就真的没有想到 就是在我不断的读书的过程中 我的身体就慢慢的恢复了一点点 那种健康有体力的状态 然后随着我开始做心法 我也更加坚定了 然后有一次有机会 早晨在共读会读到 太阳灵验转运法这一章节 我一直想做 我就想那我与其这样不如试试吧 结果这一事真的是给陈宇 很多的惊喜 当我开始去做太阳灵验转运法的时候 我就会跟太阳公共去沟通 请求太阳公共帮助陈宇 然后一步步去实践 然后真的特别感恩 就是在我不断的实践过程中 我没有记录可能是几天 或者多长时间 因为我觉得我是诚心地想要去做 结果随着做太阳灵验转运法的时间增多 身体的这些症状就慢慢缓解了 然后以前我走路都会疼痛 甚至是睡不着觉 就在做太阳灵验转运法之后 这些状况真的是不要而遇了 而且整个人的心态 也和大家在读书会的共振后 越来越阳光 越来越喜悦 感觉生活充满了希望 这条生命 我要用来谢天恩 广传超马 所以刚才听到导师一句歌的歌词 分享给所有的家人 何必执着我是谁 圆满这一切 再在一切都是荣耀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